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一期节目就是关于讨论这个七山策略之类的这些东西 如果他不讲 我真的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的重要性 对 而且他真的是找了很多的资讯 对 然后很多的影片来backup他讲这东西 这是我以前就是常常听到什么七个山头啊 然后什么 对 就尤其是我们在开始做事工之后 然后很多的教会愿意把生命活出来 然后他们就会同样的呼召就说 我们要在七个山头里面 基督徒要进去要带领这七个山头这样的 对 然后他讲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的来源啊 然后这个东西是谁发明的啊 然后什么先知啊 使徒啊 这两个关系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他讲出来之后真的是对我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来看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 对 然后我也从来没想过 就是其实它的源头跟我们现在讨论的 其实就我们大家以为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挺惊讶的一件事啊 那如果要是我们讨论到这七大山头 这七大山头都有什么呢 有娱乐 商界 宗教 媒体 教育 家庭和政府 这七个方面啊 那大家就呼召就说哎 基督徒要在这个七个山头里面做炎做光 然后活出基督的品格还有价值 然后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生命运用到这些方面当中 那其实呢这个七山的来源呢 是来源自新使徒改革运动NAR的发起人Charles Peter Wagner 那他对于七山的看法呢 因为他是创始人嘛 那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现在我们号召这些七山的活动是很好的 就是你不管是从商的基督徒也好 在各个领域的基督徒也好 你都会发挥出神要你发挥的 神把你放在那个地方的一个价值嘛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就是他一个创始人 他对于七山的这个看法 跟我们认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那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你必须看hana 但说到这些十个设备香样 一个设备。 所以如果是有一 Emperor的谊益 一등能够的武器 你们必须划与那次承诏那些气 dijo 包括两招插的部件 每一公别的部件的中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才可能做到上面 也就是说他其实讲的目的 跟我们想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讲的目的是说你进去 然后你在那个山头 就是称王称霸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比如说你就做那种商界大佬 你就做超有钱的人 或者你在娱乐行业里面 你就做一个超有名的明星 那他也是特别推举何耀山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何耀山这个人 就是康熙牧师的老婆 就他是一个师母 那他有没有被暗幕我不知道 但他就是师母 因为他老公是牧师 英文名叫三后 你知道吗三后 我以前知道 因为以前我的小组就有弄那个康熙 牧师讲的家庭关系 然后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 所以你就是曾经在小组里面学过 或者是听过他的讲到的内容 对对 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是很好的 然后后来就是他被抓了 就被关了 然后我才去看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他的老婆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形象吧 那如果大家要是认为说这个牧师的老婆 都是你好你好 这样的可能就有点错 这个形象大概不太适合何耀山 那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何耀山他是一个明星 在他的身份里面 他不光是师母 其实他也是一个明星 然后他还是那种唱跳类的明星 就是不光是唱抒情的感情的歌曲 他还会一边唱一边跳 那他在跳的时候呢 不光是他的舞姿非常的火爆 他穿着也是非常的辣眼睛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两个片段 那所以就是你觉得这个他不管是师母来讲或者是金服来讲 他这样的形象是合适的吗 因为其实在七山领域的这个开拓人呢 就是那个Charles Peter Wagner 他是非常推崇何耀山的 甚至他在讲道里面把何耀山当成 说他是占领了这个娱乐山头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他觉得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做 那像这个Wagner他刚才在视频里面讲他说基督徒到了每一个山头 你就必须要顺服那个地方的文化 他在讲的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说的是我们要进到那个地方去改变他们的文化 他说的是你们要进到那个地方去顺服那个地方的文化 那我们不举别例子 我们就说娱乐圈好了 其实各个行业里面都有他肮脏丑陋的地方 就是如果这些人是不顺服神的 他一定会有很肮脏很丑陋的这些事情发生在里面 那就像娱乐圈好了 现在的娱乐圈就什么就拖 对吧 你看各地的明星都是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你除非是比较老牌的那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那他现在就中国的或者台湾的 现在就比较保守一点 那他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但如果你要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这些明星 哪一个不拖 然后哪一个没拍过那种特别裸露的照片或者是影片 对吧 然后他们在那个演唱会上 整个半天就是穿个熊罩 就出来了 这个东西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娱乐圈的一个文化 对吧 那你说照他这个说法 就是你进到娱乐圈这个山头里面 你必须要顺服那个地方的文化 这也就不奇怪 就是他为什么会大力推举何耀山 因为何耀山他进去了之后 他根本就没有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或者是圣经的价值观去做一个正派的明星 你知道吗 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正派的明星 你要按照基督教的文化 你怎么可以去按照这个地方的文化呢 所以就何耀山去了 为什么就开始拖了 为什么就开始挑那种舞了 为什么就开始唱那种歌了 为什么开始就拍那种MV了 因为他顺服了那个地方的文化 因为娱乐圈里的产业那个文化就是这样的 就是加上色情啊 加上一些这些东西 柔和起来的文化 他就是去顺服了那个地方的文化 他就是唱这种歌 所以他就是说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大富翁 对不对 然后男人看到我都爱我 目光这个炙热的定向我等等 那你说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他真的就是顺服了娱乐圈那个地方的文化 看到非常多的名人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你特别你如果看什么基督教金日报的话 他没事就说什么 哪个明星是什么基督徒 然后哪个明星怎样怎样 Tank又怎样 就算他不在台前唱歌 但是还是写歌 然后你看这些Good TV拍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就是在讲说 哦你看有这么多明星 周杰伦怎样怎样怎样 昆凌怎样怎样 因为他们是名人 所以他们会特别的被遭到推崇 我最记得就是林书豪 林书豪是我回去 回台湾的时候 然后我还有去看他的那个特会 然后当时我不是基督徒 然后我就知道说 OK我就是要来去看这个台湾之光 好厉害 那时候刚好是林来峰 他刚好从那个纽约那个地方出来 然后就在台湾待了一下 然后我就去看他 那当时我不是基督徒嘛 然后我就想说我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他是在讲见证吗 对 然后就说什么 他在那个过那个Derek Fisher的时候啊 他的那个知识啊 他平常都不会做的 他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然后就是什么一切荣耀归给神 那时候就是他一天到晚就说什么 哦NBA racist啊 然后呢到CBA CBA也racist啊 就全都是歧视 去哪里都没人喜欢他 然后他去哪里别人把他当小孩看 反正一系列的东西 你就觉得说这个人的生命 好像不是他在台上说的那个样子 就是他一切的行为表现出来的 其实并不像一个生命 还有心意被更新过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对 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很年轻 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人 然后他有那样子的想法或是怎样的话 你应该就是觉得说 哦他还不成熟 但是他已经是 等于基督徒的一个门面的一个代表 他代表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形象在那个地方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竟然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然后他一天到晚就是觉得自己受伤害 然后呢在那个Facebook还有那个IG上面 就是complaint了一堆了之后 然后说一切荣耀归给神 然后底下一堆基督徒的那边阿们 我边看他讲的那些东西 我本来有follow他的那个Facebook 后来我就直接把它删掉 因为我觉得说他误导别人对基督的一个信仰 的一个概念 我后来我自己读圣经 然后我知道说 哦原来我们不是受害者 我们不是被压迫的 然后呢我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然后呢我们在被压迫的环境下面 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去做 但是很多的人愿意去追随这个样子的东西 DK在那个他的影片上面说的一样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感觉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荣耀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希望自己可以被接纳的一个 那很不幸的就是很多教会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这些名人特别多的教会去请他们来 然后请他们来跟所有的人讲话 请他们来这个他们的教会里面跟信徒讲话 这是对于教会的一个攻击 然后我们还就是embrace 然后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见证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刚刚开始信主的初期的时候 我如果要是去跟人传福音 我就必须要跟他们举有名人的例子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在想说 我受洗这件事情 是不是我一时冲动 就是我为什么把我自己跟那些迷信的老人 归在一个群体里面 你知道吧我当时就是不愿意 我就想说就是你这个基督教里面巴拉巴拉 是不是能巴拉出来几个比较有头有脸的人呢 就是证明我不是愚蠢的 对 所以当时呢我就会跟别人讲说 你看那个黎叔豪也是基督徒啊 尽管我就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我只知道说他是个打篮球的 但是我知道他有名对吧 我想说那有名的人他一定不会傻到哪里去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他也是基督徒 我也是基督徒 那就证明我不是愚蠢的 所以我会举一大堆名人的例子 我说你看那个黎叔豪也是基督徒啊 那个周杰伦也是基督徒啊 昆灵也是基督徒啊 不是不是不是 谁谁谁也是基督徒啊 林俊杰啊 王力宏啊 王力宏 我当时还举王力宏 后来王力宏他皇了 他跑到一个地方就睡一堆人 然后跑到一个地方就睡一堆人 你就后来一想对吧 你就想说这荣耀神吗 这当然不荣耀神 如果他要是一直告诉大家说 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结果有一天他塌房了 你说他这个行为 有很多生命不成熟的基督徒 真的会被跌倒啊 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推行这个福音是 用一个名人的角度 然后用一个明星的角度来去弄的话 那你就是把荣耀建立在那个东西上面 对 而不是建立在圣经 而不是建立在律法 而不是建立在神上面的时候 那跌倒是非常容易的 对 就是我们不可以把 我们的信心还有信仰建立在 任何人的上面 是 其实不用讲娱乐圈 商业也是这个样子 你常常很多什么基督徒在那边经商 但是他就是没有底线 我为了要赚钱啊 这个人的这个理念不同 这个人的那个产品有问题 但是他跟政府有关系 然后他跟谁谁谁有关系 我如果说一定要拿下这个订单的话 他跟我的理念不同 然后他这个做的事情是坏事 我们也照样继续推行 对 尽管我是基督徒 尽管这个不符合我的信仰 是 常常是这个样子的 那教育更是不用说了 啊 基督徒没办法啊 对不对 基督徒我们还是要上班啊 啊 他学校有功利教育的话 那就让他们训练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我就不需要再想这么多了 媒体也是 我们有多少的牧师 开个YouTube频道 对 然后在里面讲一些 世界上的娱乐的东西 就是跟圣经完全没有关系 我曾经就看过某某牧师 做了一集 就是基督徒能不能谈论政治 我想说你可终于说点正经事了 然后我就点就想看看他到底讲什么 结果这一个影片里面 他从头到尾 他就是啥也没讲 你知道吗 他那个发言就像拜登贺锦丽似的 就是那种人 就好像讲了什么 但实际上就是啥也没讲 然后我就想说 那你为啥要做这样一个影片 难道是就有人会跟他说 你要关注这一方面呢 你要出一个这样影片 告诉大家怎么看呢 但是其实他就是不想要得罪人 他心里一定有一个答案的 他就是不敢 这个政治议题是非常敏感的 但他完全可以从圣经的角度去讲 你要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他就是不敢说 那包括像你刚才讲的商界 有那个多少的基督徒是吧 在商界里面 他会面临到税务方面的问题 能在税务方面诚实与否 对吧 这个跟你基督徒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那这些都是啊 就是你有没有把基督的价值观带进去 还是说你真的就顺服 他们这个行业里面的这种规则 然后你跟其他的人去做一样的事情 如果说这个人这个创始人 这个Wagner是在叫我们说 哦我们要跟世界妥协的话 没有必要说你自己是基督徒的 对对对对 就是你不能说你受完洗了之后 然后我就打着基督徒的名义 我就出去做一些不荣耀神的事情 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些就七个山头 里面都有基督徒 对 然后几乎全部都顺服了 你说真的你开一个频道 然后呢真正在讲基督教价值观的 没有几个 志工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人跟我们讲说 你就不要讲你是基督徒啊 你不要讲你是保守派啊 你就说这样子弄弄弄 让别人自己最后发现的 之后说哦原来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才有这样子的想法 当下我听到我就是完全不同意 因为他们当时觉得就是说 我们不量名身份 这样传福音会比较好 但是我们后来想一下how 就是好像这样的话 真的会达到比较好的程度吗 不会 而且如果说我在那边讲 就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然后呢什么价值观是怎样 那一切就变成是我认为的 但其实不是 我认为的我其实跟大左派一样 我就想要天天在那边乱搞其他东西 但是能阻止我去这样子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 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把 属于神的荣耀给神的话 如果说我们把基督徒这个名称去掉 然后我们不讲圣经 我们不讲说这些智慧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们就是把荣耀放在自己的身上 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 因为说实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那种智慧 如果要是不靠圣经的话 你现在这个事情你要怎么看得懂啊 这根本就看不懂了 然后你也不会有一个坚定的立场 所以我们完全不能说我们投摸的看圣经 然后跟大家说 不这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这不可能吧 对对对 那我们很明显也没有那么聪明 我们也不是什么 亚利斯多德之类的 所以说把属于神的荣耀给神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谦卑 而且当基督徒 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点 其实不管他这个创始人 他刚开始的想法是什么 或者他讲出来的话是什么 最起码在我们身边 就我们看到的 这些推行七山的这个基督徒 或者是教会等等 想法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西的根本 就是要重新把神的话语 还有圣经的价值观 去放到这些地方 而不是说基督徒本人 要顺服他那里的那个文化 然后我要做到 那个娱乐圈的什么什么 我要做到商界的什么什么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靠着神话语 然后我们自己有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样的生命去影响他们 然后真正的把基督的样式给活出来 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就是要 用你自己的人生来敬拜神 做哪一个行业你都是要敬拜神 你去做什么事情你都是要敬拜神 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是为了神 而不是说我们要以那个山头为目标 我们在那边做老大 然后我们要控制这一切 这个样子我们影响力就变高 这种由上而下的影响力 不是真的影响力 只是一个新的压迫而已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人生来改变每一个人 才是真正的影响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谈到就说基督徒应该如何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面 就是不只是这七个山头了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面 各个工作岗位上面 基督徒应该要怎么做 那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一定要先清楚我们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底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赚到更多的钱 让我们自己得到更多的荣耀 让别人都说 哎呀你看你真好啊你真厉害 还是说我们要荣耀主 然后通过我们传递出去的信息 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言语行为 让人看到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娱乐圈 别人都拖我就不拖 对吧 因为我的身体是荣耀的 我的身体是圣洁的 我的身体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对吧 我唱歌我也不唱那些迷迷之音 哎我就是唱一些积极的 正面的比较好听的这些歌曲 让人看到我们不一样 那包括说你在那个商界里面也是 我们不做那些黑心的声音 我们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的东西就是好的 等等等等一切 我们都可以跟世界的人不一样 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 把圣经的价值观真正的传递出去 这让我想到一个电影 Hex of Ridge 在二战的时候 他当一个医护兵 然后去救了好多好多的人 就是不妥协 大家就说你当兵 你不拿枪 你上战场干什么 他是医护兵 然后他就是说 我去那个地方 我去帮人祷告 拿枪是别人的职责 但是神告诉我 我的职责是 去那边救人 然后他就去那边救了好多人 最后他得到了 Metal of Honor 这段故事被拍成了一个电影 还有像说 在娱乐圈里面 像Mel Gibson 硬汉的一个形象 但是他最后拍了 Passion of the Christ 他做了很多很多很棒的电影 就是来荣耀神 这个样子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要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们拍出来的电影 是非常有意义的 Hexall Ridge比其他 当时的那些很多电影 就是很突出 他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然后Apocalypse也是这个样子的 Patriot也是这个样子的 你一看就知道说 他传达出来的这个讯息 是跟其他东西完全不同的 我们当基督徒的 一定要坚定圣经的观点 然后我们一定要坚定 圣经的价值观 我们如果说 为了讨好那些人 然后来去做 跟那些人一样的东西的话 我们可能 可能红得很快 我们像说 我们两个是 做新闻的 突然有一天 我们是传统派 基督徒 然后我们支持LGBTQ 我们支持什么什么什么 爆红的可能性会很高 但是就不会有人看到 我们背后的价值是什么 那神也在圣经里面 一直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做 去荣耀他的名 在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 在这里面说到 因为上帝就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 除去不敬钱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 敬钱度日 那世俗的情欲呢 其实并不仅仅 包含说男女之间的这些 就是世界上所有这一切 可以吸引你的 而且世界认为好的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都应该出去 那如果要是说呢 我们想在世界的各个领域 在社会上各个领域 我们要产生 让人看到积极正面的 让人看到说 我们跟世界不一样 其实这是有一些 要求跟条件的 像我们看到这些 自称是基督徒的明星 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真的是不荣耀神 所以在这里面 是有一定的要求跟条件 那第一个就是说 必须生命 得是经过更新和转化的人 如果你生命 没有经过更新转化的话 你就马上去追求 世界的这些东西了 如果我脱油怎么样 我是基督徒 我就要登顶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生命 有个更新转化 你就知道什么 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你来这里的目的 跟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这样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 让更多人能够得救 让更多人都能够认识真神 而且我们也要 互相的鼓励 还有劝勉人 让人能够真正的 跟随耶稣 而不是跟随那些明星 也不是跟随一些大教会 或者名牧师 更不是跟随 所谓的宗教 的这样一个东西 而是真正能够活生生的 跟随耶稣 而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把任何东西 放在比神还要高的位置 我那天看了一个 John MacArthur 一个主日讯息 他有做一个survey 他说 耶稣是不是 是唯一的真神 有57%的人说 不是 基督徒喔 对 57%的基督徒喔 OK 这全是基督徒喔 然后还有什么 圣经是不是完全的真理 圣经是不是完全都是对的 嗯 67%的基督徒 说 不是 圣经不是完全的真理 就是很基本的这些东西 很多教会都没有教 嗯 为什么 就是因为 教会把基督的信仰 还有基督的这些律法 完全扯去了 这些东西 对一般的人来说 是很offensive的 是很有攻击性的 很多人听到之后就说 哈 我不幸会下地狱喔 我不跟随耶稣的话 我就是罪人喔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喔 这东西很多教会是不想讲的 但是我们要确定的就是 这些东西是必要的 而且是一定要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说 我们是罪人 然后我们自己 做得不够好 所以我们需要神 然后我们今天能做好的原因 全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律法 神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为什么做坏事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啊 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好 是因为律法在我们的心里 是因为神有给我们良知 如果说没有这个样子的话 教会就会被这些世界攻占 七个山头里面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你如果不是以一个 爱神的心 然后你如果不是把神 放在最高的位置 你如果把你的宗教 甚至说 我的基督徒这个身份 放得比神还要高的话 那你就是会跟着这个世界走 那这样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基督徒 就是把这些明星 来代替了自己的 对于一个宗教的一个认同 而不是自己亲自的去读神经 嗯对 所以就是你刚才讲到说 律法的事情 很多人就说 啊我们都在新约时代 我们还要遵守律法吗 啊但是 律法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 是神爱我们的一个标准 神告诉我们说 爱不是那种烂爱 那就像罗马书十三章十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你看到有很多人 在做犯罪的事情 在做让他下地狱的事情 你不去告诉他 你跟他说 哦好 我们基督教很包容的 我们都是爱 你是在加害他 你是在害他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这种行为 会导致他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因为你要把实话告诉他嘛 啊 那就像彼得前书四章八节 在这里说说 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得的罪 什么叫切实相爱 不是说我嘴上我说一说 爱你我就是爱你了 良药苦口 你这些会得罪人的话 你敢不敢用一个 比较温和的方式 或者是 他能够接受的方式 去告诉他说 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你真的能够 切实去爱他的话 你这爱才能遮掩许得的罪 为什么爱能遮掩许得的罪 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你告诉他 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 所以到最后的东西 还是要恢复这里 因为圣经跟我们说 耶稣说 说我来了 不是要废除律法 我来了之后是要成就律法 这七个山头的确就在那个地方 你说这个七个山头 不存在是假的 就是在 对就是在那个地方 那基督徒要不要去 攻占这七个山头 其实不止这个七个山头 基督徒要用自己的人生 每一个山头 你只要看到的东西 全部都是山头 然后你在那个里面 你就是要用自己的人生 用自己的生命 来去反转你身边的人 你不要期待说什么 你只要坐到最高位 你只要坐到 当上美国总统 美国就会反转了 Life doesn't work that way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我们的人生 彻底的翻转 用我们的生命 来去影响其他的人 所以呢 其实不管你在任何一个领域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岗位 不管你是说 我今天我在餐馆洗盘子 还是说我在超市里面 做受益员 不管你在做什么 你都可以做得跟世界不一样 你都可以跟你那些 不认识神的同事 做得不一样 你都可以完全的 按照神的话语来要求自己 而且你可以完全的 用你的生命来荣耀神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攻占 所有社会领域的一种方式 并不是说 我到这个山头 我就要当老大 我们要去盯着 看的不是那一些东西 我们要看的是神的荣耀 是神如何把我们的生命 转化成他圣洁的器皿 如何借着我们 能够去世界上面 做炎做光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加油啊 不管你在哪一个领域 你如果要是当学生 或者你上班 其实都可以的 这个不拘于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 而是你的生命 愿不愿意降服在 神的大能下面 你就能够得到 生命真正的转化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这一期节目 有任何的问题 有任何想讨论的 欢迎在下面 给我们留言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